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穿新一把 做新发新呀 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 大扮漂亮 18 岁是天堂 晚上睡不着 白天睡不醒 就不知道为啥 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得好啊 对 吃早饭啦 快点起床吧 就比如说 瑞姿喜欢吃草莓 钟老师说蓝莓可以瘦肚子 钟老师喜欢吃蓝莓 请问我喜欢吃什么莓 想见你的粉丝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是 SNG 大家好 我是SNG的队长许诗音小V 哈喽 大家好 我是SNG的林佳慧 大家也可以叫我屁屁 哈喽 大家好 我是SNG的钟影 哈喽 大家好 我是SNG的麻水叫miu 哈喽 大家好 我是SNG的尹万蕊 有关注到就是最新的作品概念是女侠风格 说说你们印象中的女侠是什么样感觉的 洒爽 敢做敢当 行侠仗义 然后都是 感觉不是一个人 成情结对的 有伤有量的 如果大家去你的家乡洋州旅游的话 皮皮会逼这条什么样路线介绍给粉丝呢 如果按时间算的话 就是洋州有一句话叫 早上皮包水 晚上水包皮 意思就是早上要吃包子 里面包着汤 就是那种小龙汤包啊 线红汤包 就是要吃包子 晚上水包皮就是要泡澡 要搓澡 那如果是路线的话呢 比较详细 大家可以就是从古运河 沿着一路走 走到东关街 走到东关街之后呢 再去皮市街 采一街 然后最后到达市中心文昌阁 就是一系列走着逛着 都是很好玩的 最近在循环播放朴树的New Boy 穿新一把 做新发新呀 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 大扮漂亮 18岁是天堂 18岁是天堂 每月三个月刚顾完了入团以来的第一个生日 对新的一岁自己会有什么期待吗 就其实也是希望自己新的一岁 新的成长吧 然后当时也是大家 就我们传统啊 一过十二点 我本来以为我自己没有的 一过十二点 各位就敲开了我的房门 走了进来 我觉得还是希望怎么说呢 岁月不要在我脸上体现出来 就好 如果可以采访你们的粉丝 你们分别最想问他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最想问他们的问题啊 感觉像那种 女孩子心思一样 想问他们你喜欢我什么 我一直是个很纠结的人 比较困扰 就是头发就实在太长了 有点难洗 就问问大家就是 如果我要换个造型的话 大家想看什么样的 可能就是比较美食博主方向来 我就最想问大家 每天都在吃什么好吃的 我想问的话就是 去哪里玩比较好玩 因为比较喜欢去旅行 我想问大家最近在看什么 也是巨荒女孩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有什么东西分享一下 对我也是 逮这里面 好的我就 一起开 大家私下有没有讨论过 如果可以录制一起团体 文奥的大家就想录什么主题 吃迪士尼 哦对对对 录营 去一个地方旅行 因为平常都是工作啊 所以拍这种东西 肯定是要以玩为主的工作 想问一下 PP入团之后体重是有什么变化吗 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得好啊 对 怎么说呢 我的体重 嗯 其实 对比我刚 就是进入这一行来说 已经有个质的飞月了 就是一直在减肥 但是因为跟大家就是 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就是容易 吃 如果吃那么一两顿会有一点上升 但是一般都是在慢慢的剪 想问一下蕊蕊能分享一下 自己最近比较一件很焦虑的事情吗 我最近焦虑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有同感 因为我们录节目嘛 就是作息最近有点颠倒 晚上睡不着 白天睡不醒 就不知道为啥 团员们自己会组建群吗 你们群名叫什么 哇特别有趣 特别有意思 就是把我们几个人的名字都串了起来 临终关怀 兴许万马奔摊 对对 这很豪气啊 很豪气 对然后还有一个表情包 就是那个一匹马 一季逐渐天气冷了 起床对于很多粉丝来说 是一件恐惧的事情 可以去猫咪号送给粉丝 登登登 啊啊啊啊啊啊 吃早饭啦 快点起床吧 因为我们平台叫想见你 请以想见你为主题 进行相关的演绎发挥 跳舞 唱歌 讲故事都可以 就是有一天早上就特别想吃关东煮 然后呢就特别想吃一种丸子 什么丸子呢 想要和你一起出去玩 哦哎 说到这个我也想起来一个 就是关于想见你嘛 就比如说蕊子喜欢吃草莓 嗯嗯 钟老师说蓝莓可以瘦肚子 钟老师喜欢吃蓝莓 请问我喜欢吃什么莓 你这么莓 不 我喜欢 你说想我了没 好土啊 哈哈 我们可以一起演 我们可以一起演 就是大家带着耳机 带着耳机 然后路过突然暂停 你喜欢哥吗 哥也喜欢你 他们以后 Ai不想喝 我 就去吧 我 我 呢 我 我 你说 来 我